猛烈的火焰从民宅的三楼窜出 铁皮屋瞬间重为火球 并夹杂大量的浓烟 情况相当危急 消防员紧急驾起水线灌旧 但现场风势太大 加上顶楼是一栏建材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联动的民宅这户还没灭 又延烧到另一间 警消加派人力往顶楼射水 25号凌晨2点多台东太马里明泉路 其中一户后方的厨房 突然冒出浓烟 邻居闻到烟味惊醒 赶紧帮忙灭火 回想当时还心有余悸 警消在115号救出两名受困的民众 却在隔壁发现天性屋主和夜性的同居人 以及屋主的女儿 三个人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送应后仍然宣告不至 起火的房屋两年前也曾经发生过火灾 而这起火警一共延烧6间民宅 户排除是住户使用厨房不慎 或是电线走火所造成 至于详细的原因和损失 消防局还在调查当中 东南新闻综合报道